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瑞清廉 所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他的女儿肚子饿 偷了一块饼 竟被海瑞打死了 海瑞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围观 都可以做到 励志的联名和风静的整顿 只是他并不能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做出卓越贡献 至于中央更是行不通 张军正责不然 他深知政治改革和国家发展 最需要的是什么 而他也能对现状进行合理的分析 并最终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同为改革家的王安石 就缺少这种能力 所以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 无效的 让人觉得可惜 海瑞在那个著名的 骂家境的治安书里骂道 家境者言家家接近 就是那个家境家境 家家穷得干净的油烂 这话确实骂得很重 不过海瑞也写道 陛下天字阴段 瑞是绝人 可为饶 顺 可 为与 唐 文 武 下之如汉宣者历经 光武之大度 唐太宗之鹦鹉无敌 献宗之之凭铁乱 宋元宗之人数 至义结合取者 陛下又为之 杀海瑞很容易 但是海瑞说的没有错 你不要以为古代皇帝 可以为所欲为 还有一部分人 那就是阎官和史官 一个负责说 一个负责记 皇帝再厉害 他也不想被后人 平为昏君 当然 人家好歹也是皇帝 国家包子你一个员工 吃我的 喝我的 还骂我 我肯定打击你一下 那就灌气来打一顿吧 但是海瑞就是死脑筋 还很爱国 我死都不怕 还怕你打我吗 于是贾心成就了海瑞 仰单 就是 婉睿